吉安乡公所因应家户门牌老旧的状况 2019年起逐步推动特色门牌更新作业程序 而乡公所设计的新特色门牌 融入了铜花、圆明图腾、山海等香灰元素 7号下午在华联县府大礼堂举办 华联县吉安乡特色门牌启动记者会 将替全乡18村三万多户更换 成为全县推动特色门牌的首例 吉安乡公所因应家户门牌老旧状况 2019年起逐步推动特色门牌更新作业 设计新的特色门牌 融入铜花、圆住民图腾、山海等香灰元素 7日上午在华联县府大礼堂 执办华联县吉安乡特色门牌启动记者会 将替全乡18村三万多户更新换发 7月起将陆续更换 希望带给乡民新的门面 住得更智慧方便 有鉴于我们台北、新北还有桃园市 很多这个三个县市的门牌路局更新 也结合了地方的特色 所以也这个牛苏甄乡长也提出来 想要为我们吉安乡的门牌 来做新的这个新的账贴 所以因此我们启动了整个道路命令 还有门牌的这个修订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沉重的工作 但是花林县政府 我们正处还有这个吉安乡公所 我们顾正主任也不敢推误 因为这个配合我们各十三乡镇 未来有地方结合地方特色的门牌 我想是每一个乡州公所都非常非常强做的 所以今天牛苏甄乡长启动了整个花莲县 第一个这个特色门牌 我们是要给刘苏甄乡长非常大的鼓励还有勇气 我们预计在七月份就要开始宽装 原本的工作期大概必须要四到五个月 在今年以前一定会完整 因为我们现在的房屋树跟所有的居住的条件不一样 有我们的这个属于民宿的或者是旧房子的老旧房子的 所以我们也一并的在这次检讨里面 商量出整个贴放的位置最适性 最恰当最视觉美观的地方 那我们在贴的时候会请村长林长 带来我们的一些服务 因为我们也深怕我们的乡亲 会认为是诈骗集团或者是陌生人来到花莲 所以我们的林长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推手 跟村长来做协助 如果我们的家户不在 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原来的高度跟贴放的位置来做贴合 那旧门牌不回收 在我们整个不贴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尽量的劝导乡亲来做配合 在我们执行上面的一个这样的完整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也希望这门牌贴上去以后 到访吉安的观光客 可以借由门牌的QR Code 找到吉安的美食 跟吉安的动态 这会门牌长26公分宽21公分 届时将有穿着背心的工作人员 前往协助换新门牌 而考量民众扫描便利性 新门牌将设置于地面上方150公分高度 并是住户对讲机开关等加以调整 至于住门牌 民众若想要保留 相公所不会强制拆除 届时民众只要站在家门前扫描QR Code 就可连上吉安相公所网站 获得旅游资讯等讯息 记者长帮宴吉安相报导 感谢观看